第一時間 官時事 解局西 大家好 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話題 是中國北方遭遇罕見熱狼 6月以來多地都打破高溫紀錄 北京地面溫度中塵壁近60度 水分會瞬間蒸發 不僅如此 北京都遭疫情示藥 可謂十幾年難見慘況 據台灣TVBS特派記者林敏俊 25日在北京報導 我們才外出3分鐘而已 已經滿身大汗 現在用測溫槍來看看 地面溫度達到幾度 57.6 由於天氣太熱 北京的高級百貨門前 汽車起火燃燒 林敏俊對此報導 有小橋車行駛到一半 不知是故障還是天氣太熱的緣故 已經起火了 現在很多人搶救人員 正在拿滅火器進行搶救 北京嚴峻情勢不止如此 一前大陸著名的43歲實力派女演員 郭雷罕見在微信好友圈發問 北京十幾年難見慘況 被有心人士截圖 郭雷記錄下自己在北京某處大排檔 識番試堅島的情景 在樓下大排檔識番遇到三撥印 兩個半大哥拿著膠袋打包了隔壁桌剩下的菜 一個阿姨撿走了商戶沒有收走的野飲瓶 一個瘦弱看起來就快60歲的男人 背著雙肩包在這條街內背走了幾次 看一看隔壁桌僅剩下一壺水 倒入自己的水杯然後遠遠坐在一張空桌旁 面前擺著一個空的白色圓形一次性飯盒 他在等什麼?空空的飯盒就好像他空空的眼神 充滿無望 郭雷感嘆住在這裏十幾年 都在這條街上吃過數不清的飯 從來沒見過如此悲良的場景 這裏是北京呀 多麼繁華的首都地段都是這樣的話 其他小地方如何活下去? 據傳督信佛教的郭雷 忍不住悲涵祈禱 果真是因果? 這樣怎樣才能當下眾善恩 不再繼續吃這無味的惡果? 其請十方諸佛忽憂可憐的創生 有心人士將此文轉發到微博 引發綠網熱意 估計是最後一次聽到這個演員的名字了 有心又善良的演員 人問真是太難 這樣下去 臥票遍地 郭雷曾經多次入圍金馬獎 2010年並以第四章畫 奪得第47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在影視圈屬於低調拍戲的女影 好 大家看看 二十大將近 中共高層鬥得不亦樂乎 但除了北京慘況以外 大陸各地最近不是疫情 洪水就是高溫 老百姓受苦受難 對習近平意見可能是個警示 我從確類說的因果做過延伸 中共現行的共產主義其實就是人質的社會制度 所以中國缺乏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 和自由透明的信息環境 都因此共產主義的頻繁製造社會事件 人間悲劇的原兇 經過長久的實踐 臥金未見任何一個共產黨政府或組織 創建了長和的平等經濟社會 反而成為各種惡性事件的製造者 與黑惡勢力的維護者 只有全球人民都充分認清共產主義的危害 才能真正減少或消除類似徐州鐵鏈女 和唐山九龍女的悲劇事件 好 剛剛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最近關於中國經濟的壞消息 接種以來 多家銀行出現資金問題 繼河南多家村鎮銀行出現儲戶提款難現象後 上海、深圳、遼寧、丹東等地都爆出了同樣的問題 引發了社會抗議事件越來越多 曾派駐北京十年的《日本產經新聞》 台北支局長慈萬榮夫直言 很可能是中國政府真是無錢 中共竊取民資民膏 卻拿來維穩、狂軍 甚至將全國百成以上的醫療資源 都用在退休與現職幹部身上 而且退休高幹除了警衛、秘書、司機、生活助理之外 每年還與家人享用最高級別的外出旅遊待遇 這個在平時印問感受不深 但如今就像巴菲特說 當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 中國銀行業近期就發生前方事件 繼河南村鎮銀行沒有預警凍結儲戶存款後 中國農業銀行限制儲戶每日提款押到 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都爆出儲戶大排長龍的事件 自媒體《財經冷眼》24日在節目中分析表示 中國各城市經濟和財政正在崩潰 丹東市去年收入共52億人民幣 但公開支出高達198億 收入連開支的零頭都不夠 缺口基本要靠其他省份的轉移支付和借貸 丹東是中國很多城市的縮影 他預計經濟崩盤、郭道峰所和政府靠罰款到日 將會是以後中國多數城市的常態 香港南華早報27日報導 中共貫徹清零海慘經濟 收入銳減的中產階級已經淪為舉債束 中國金融科技集團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就表示 今年前五個月中國家庭新增貸款總額是一兆3,300億 倉十年來最低 他說一旦家庭資產負債開始萎縮 對於經濟的影響將會是甚遠又嚴重 同時民眾最常用的支付寶都好像出了問題 據《新經報》報道 有一位住在哈爾濱的于先生 將自己的財產46萬人民幣 放在支付寶內的儲蓄帳戶後 突然被通知帳戶凍結3年 理由是支付寶接到舉報 于先生的帳號可能涉及網絡賭博 非法投資理財等違規情況 于先生由於取不出錢 只好找朋友借錢到日 經過多方投訴及媒體報道 支付寶才終於解動了于先生的帳號 此品名夫對此表示 這幾件事向我們展示了中國金融行業的風險 過去他在北京都曾使用過微信支付 支付寶等電子貨幣 雖然十分方便 但個人信息有被當局掌握的風險 而且當時還沒有聽話 有過資產被凍結的事情 而近幾年聽說一些維權人士 或者民主派人士的帳戶 被以涉嫌網絡賭博等名義凍結 電子貨幣變成了當局打壓儀己的新手段 此品名夫強調 習近平這10年又是大閱兵 又是奧運會 好像聖誕老人一樣到處給外國送錢 還搞了一個勞民雙財的一帶一路 最近這一輪的資金凍結 和限制提款 很可能是中國政府真的無錢了 好,我認為中共面臨的問題 其實不僅僅是國內 因為美國拜登總統和其他G7領導人 更日在德國南部 艾爾茂豪華城堡酒店 舉行的年度聚會上 重新啟動了新命名的 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貨本關係 並承諾在5年內籌集6,000億美元的私隱 和公共資金 為發展中國家所需的基礎建設提供資金 就是為了應對中共的一帶一路項目 另外,我覺得中共此事若頑固四周便能發現 除了茅合神離的俄國之外 自己可真誠孤家寡人 如美國白宮24日表示 為了促進太平洋國家之間的經濟與外交關係 美國將與澳洲、日本、紐西蘭及英國成立一個非正式組織 藍色太平洋夥伴 加強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還有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日發表演說 表示美國必須幫助台灣、烏克蘭及以色列這三座自由燈塔 連結北約與印太安全架構、建立全球自由聯盟 這並非要挑起戰爭 反而是要防止俄羅斯與中共形成泛歐亞巨無霸的霸權統治 與此同時,日本將大幅度擴充軍備 韓國積極推動部署薩德反盜系統 越南與印度都聯手建立、防無夥伴關係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談到北京十幾年來 難堅慘況、熱爆加疫情肆虐的新聞 並分析這是中共統治下的悲劇 另外,我還提及中共國富去到爆 大師開割韭菜的消息 可見真是無錢 並分析中共不僅面臨內憂 甚至得面對西方國家的圍剿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恨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贊 你的支持都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bycios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